不管它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它就已经违谤我们的契约规定 水利局会针对契约规定 先依契约规定罚20万 看画面呈现的是 那个工人他是自己从人孔下去 那这一点可能是他认为 他在工作上遇到什么障碍或困难 然后他一时大意 没有依照局限空间作业的要点 你要进去局限空间的作业 你可能要去量测 有没有违爱气体 然后进行通风的设备 还有在路口可能要架设三脚架 然后把安全锁才可以进到局限的空间 那这些当然我们的检视影片都没有做到 不管它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它就已经违谤我们的契约规定 水利局会针对契约规定 先依契约规定罚20万 然后另外针对相关的工地主任 我们跟劳卫安人员 我们会依合约予以测换 针对这个承拔商 这个工箱会给他停工 然后请他再重新教育训练 然后经过整个作业程序 经过我们跟劳卫出认证和可之后 他才可以再复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剑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解馑 我们跟劳卫做reiben